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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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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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俩联手培养了很多年轻人 找到工作 然后成功地败下移民 所以小20年的时间我跟Maggie真的是有意天长地久 同时我们也很高兴两位中年妇女 资深美女 应该这样讲 我不叫中年妇女 我叫资深美女们 我们帮助了很多很多寡裔同胞 当然我和Maggie都是经历过 我们是有故事的人 都经历了个人生活的种种挑战 但是我们永远都是微笑地面对生活 所以亲爱的小伙伴们 这是我们维多利亚界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我们在过去的21年 我们致力于高端的职业教育 帮助大家找第一份专业工作 我们致力于投资教育 最近一段时间大伙都知道 投资真的是很火爆 致力于这种创业的教育 互联网营销等等 电商营销等等 还有就是自我提升的教育 那今晚这个讲座呢 其实是一个资讯性的教育 不管是什么情况 2020年我们都要跟我们亲爱的父母们 团聚了 所以今天晚上拿出笔合纸来 我们认真的听 我坚定的相信 Maggie老师的讲座 每次都是干货满满 而且是最专业的讲座 它是完全基于联邦政府的英文的网站 来为大家讲 所以想让父母们来到加拿大 再也不能道听途说 我们要听专家怎样讲 所以亲爱的小伙伴们啊 让我们进入一种集中精力的状态啊 不要说今天晚上反正是一个公益讲座 不是的 今天晚上有关 我们能不能和亲爱的爸爸妈妈团聚 所以我们要认真的听讲 那我们呢 维多利亚教育团 我们就是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 晚上八点钟 全部都是有共学营 这个星期是亲子营啊 我们下个星期呢 将是进入到我们的职场营 那我们是周二周三周四周五的晚上 因为周一是一个长周末 我们的祖母直播号永远都不变 都是816-8534-0181 亲爱的小伙伴们 那周六周日有什么呢 刚才我们的亮亮给大家放了一下 周六呢 我们是15场讲座 大家可以自己看 哪一场讲座 感兴趣 赶快拿起笔和纸来 然后记下我们的祖母直播号 当然呢 最重要的是要进入到我们的共学营 因为我们的共学营呢 每个星期六早上11点整 把下午的15场讲座的 祖母直播号全部发送出来 明天下午我们从一点开始 维美股票投资 两点钟 数据分析协会 我们的就业基地 我们的实习基地 我们的大咖谈 然后我们的简历面试 Table 盘扫等等 另外两点钟 财务分析师 Java 然后呢 这个小白投资理财 然后网络实战 电工 然后包括呢 这个保险证书 仪器仪表证书 然后Table 证书 然后互联网营销 美股外汇期权投资 运势风水讲座 实在是太棒了啊 这个总有一款适合你 很多学生讲说校长 我每次来到维都聊 我都感觉热血沸腾 我都换了这个选择综合证 到底哪一个讲座 我应该进去呢 这个真的是太多讲座了啊 五点钟我们有一个亲子讲座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另外特别特别提一句 戴杰老师 有三百多人在周一上线 他讲的是亲子 其实比亲子更重要的 还有一件事情 那就是伴侣的关系啊 所以呢戴杰老师 会告诉我们 我们的生命核心关系 无非两点 第一点就是 如何和我们的子女相处好 如何把我们的子女 培养优秀 第二点 如何和我们的另外一半相处好 你会发现 这个成功不等于幸福 但幸福一定等于成功 所以10月11号 这个周日8点钟 多伦多时间 我们继续在直播间里 听戴杰老师来讲 第二家生命核心关系 夫妻及伴侣 祖母直播号 816-8534-0181 好的 亲爱的小伙伴们 那我们所有的公益讲座 现在已经到了180期 共学营 到哪里去寻找以往的录像呢 今天晚上的讲座 可能没有录像 我要问一下 我们的Maggie老师 因为今晚的讲座 会涉及到很多 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些 在父母移民政策方面 所以大家今天晚上 进到直播间的小伙伴们 又服了 谁还没有进来 等着看录播的 告诉他们 赶快上线 可能没有录播 只有直播 那我们到哪里去找到 以往的所有录播的讲座呢 大家拿起手机来 在整个屏幕的左边 我们有三个二维码 第一个二维码 是维多利亚教育集团的 官方微信工作号 每周二五点整发布 八条信息 有关周六的 有关共学营的 第二条是我们的YouTube频道 北美高端职业教育 共学营187 共学共进 拥抱未来 公益讲座公开课 视频免费观看 那最后一个呢 大家注意了 11月30号 很多朋友一直在问 说校长 我就想听您讲 藤校讲座 OK 这个日子就是11月30号 一个特别的日子里 我将邀请女儿 Ruby和我一起走进直播间 来讲一下 为明天的世界 准备伟大的孩子 校长做了21年的绿业 一直是陪催我们 各位主讲人 那这个讲座呢 校长将首次成为红花 给大伙来交流一下 在过去的21年 维多利亚教育团 历经了风雨 校长怎样走过来 然后在过去的 这么多年当中 那女儿是怎样 初中高中大学 一路走下来啊 现在呢 她在哈佛杜博士 我还是有点小小的骄傲啊 做母亲的虚荣性 对不起啊 大家满足一下 理解一下 所以呢 可以来听一下 好吧 相信大家会感受到一些 没有感受到的 尤其在疫情当下 校长希望让更多的人受到鼓励 让更多的人看到未来 好的 亲爱的小伙伴们 我们已经150人上线了 下面我要把时间交给我们今晚的主讲嘉宾 我亲爱的老威蜜 Maggie Maggie是这样子的啊 她是2009年 她是在加拿大这边读的移民专业的硕士啊 名校硕士毕业 她是2009年呢 进入到加拿大联邦公民移民部 其实我认识Maggie呢 是在2004年左右 那个时候Maggie老师是在加拿大最大的非营利组织工作 当时呢 她作为非营利组织的一个高层主管 她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维多利亚教育集团的一个黄金品牌 Jerry英语引进到非营利组织 为广大的移民 新移民呢 提供英语方面的培训 当时我就想多么棒的一位 这个我们的官员啊 能够为大家做这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后来我们的Maggie老师呢 就进入了加拿大联邦公民移民部 担任 曾经担任过封业卡布的首位来自大陆的审批官 并且在同年2009年 兼任国会议员的协调官 所以这是绝对的专业人士啊 Maggie老师有一段时间突然失踪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段时间呢 她是专门呢 其实是在北京负责呢 这个就是签证 实际上是一位真正的签证官啊 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了啊 这个另外呢 Maggie老师曾经参与过2008年的 CEC移民政策的推出和制定 所以呢 Maggie老师针对最新的移民政策 Maggie老师呢她会为大家做她自己 从一个前联邦政府移民官员的角度 来告诉大家如何在父母移民项目当中抢占先兵 亲爱的小伙伴们想一想 细品都很美 父母马上就要跟我们团聚了 所以拿出我们的热情来 我们一定要热烈的举手 欢迎Maggie老师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呢 Maggie老师是存公益分享啊 举手要热烈啊 我需要再有10个小伙伴们举手 Maggie老师会知无言言无不尽 请大家热烈的举手 Maggie老师就在我身边坐着她在看着呢 哇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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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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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 好好好 谢谢好 那我们开始了 Maggie老师 这是您第一次进入直播间 但是我坚定的相信 您的个人魅力可以感染到大家 小伙伴们拿好笔合纸 乔黑板重点来了 谢谢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这Maria校长的这个侃侃日谈和这个 哎呀高级口台 我是不能媲美的 我说话呢 一是比较慢 再一个呢 作为政策分析 我希望在我说话的时候 那大家有一个足够时间去消化 那么今天的时间呢 是一个小时左右 我就不把太多的时间 安排在这个背景介绍哈 这个相信Maria校长 已经给予足够的这个信息量了哈 大家呢在群里的 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呢 是我曾经帮助移民留下来的孩子 那么现在呢 又涉及到想跟家长团聚了 那么在加拿大呢 大家都想 受这种很好的自然条件 社会福利 那么我们经过努力呢 拿到自己的这个永久身份 或公民身份哈 那么想到家庭里面还有其他 尤其是年纪 上了年纪的父母和祖父母 那么呢 现在呢 我就开始给大家仔细讲解 嗯 大家现在可以在屏幕上看到这个slide 是吧 他们可以看到了吧 OK 谢谢 那我这旁边有个小助手 两两同学非常给力哈 那咱们首先 进入第一张这个slide 那就是今年最大的开场系哈 嗯 嗯 在星期一哈 10月5号的时候呢 移民部突然放出一个炸弹哈 哈 说啊 在10月13号 就是咱们这个感恩节结束上班的第一天 嗯 要开三个星期的窗口 给大家准备呢 嗯 一个机会哈 大家要看我这个 呃所有的这个英文啊 呃 这个都完全来自于加拿大联邦移民部 我这一边呢只是作为一个汉语的解释哈 哈 它这个英文原本呢是 Canadians and permanent residents who wish to sponsor their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to come to Canada will have an opportunity to submit an interest to sponsor from online 啊 这个什么意思呢 我为什么在这个机会下面打了一个下发现哈 哈 很多中文媒体呢 已经提及哈 已经铺天盖地的哈 开始那些宣传 说这个10月13号啊 抢签大戏开始了 呃 今年是完全不同的 今年的呢 不叫抢签啊 移民 今年的只是叫一个摇号的体制哈 因为这个让我想起了去年呢 我们那个华人啊 执政顾问 呃 我们呢通过啊 跟那个联邦议员呢 沟通 那么对以往进行的这个抽签啊 是提出了严肃的这个 哈哈 投诉吧 因为在去年 大家可能都记得哈 今年群里边 我相信也有去年听我讲座的朋友哈 那么去年在开签的 呃 那这系统开放的八分钟之内啊哈 呃 整个呢 两万七千名额全部发光 那么当时在线的是多少人呢 在线抢签的是十万以上 OK 这是官方给的数字哈 这不是我自己度赚的 那说明这个难度呢 对于一些比如说啊 有身体残疾的 比如说在家里这个电脑系统不够啊 运转速度不够快的 或者呢没根本就压根没有这个电脑设备的人 是完全不公平的 对所以我们去年呢 是呃 华人执政顾问呢 代表跟这个联邦移民部的议员 进行投诉 然后建议呢 那么今年已经看到成效哈 呃这个机制呢 并不是说今年首次开始的 实际上呢 2018年就是两年前 这个摇号机制也是实施的 如果去年呢 改到这个抢签 因为确实是人数太多 不过话也说回来哈 加拿大移民部呢 关于这个各项移民的这个抽选 它无论做任何方式的调整 那么肯定还是有很多人呢 是不赞成 为什么呢 因为在全世界现在各个移民国家中 加拿大的地位 尤其在咱们这个COVID-19开始之后 这个新冠病毒开始之后呢 所有的官方调查发布的最终结果都是 我们加拿大是最好的最佳的这个选择 没有其他哈 没有其他的国家可以相提并论 那么以前呢 大家说留学移民首选美国 现在是加拿大首选 这个呢不是我个人的建议 这是关掉的哈 正确数据 那么大家现在清楚了哈 从10月13号下周二到11月3号 是三周开放时间 在时间里呢 联邦移民部给大家提供一个机会 来交到你的这个意向表达文件哈 给联邦政府 这个一定是online的 一定是线上进行的 你不涉及抢签 你有三周的时间 这个也不见得就是你啊 我10月13号我第一个抢进去了 把信息录入了 并不代表着你就一定被抽到 那么很多朋友问 今年会有多少人来这个输入自己的信息 表达这个担保祖父母和父母移民呢 去年的上线人数是10万 那么今年我认为这个人数会继续增加 所以呢今年尧号确实是一个彩票机制 如果谁能中奖真的是 在这么一个特殊的这个时间内 真是一个奇迹吧 OK 那政府的给的这个尧号机制的恢复呢 给的这么一个说法呢 是想呢让这个抽签机制呢提供给公众啊 一个更加公平 更加这个透明 更加平等的一个机会 这是咱们加拿大政府的一个 一向的优势 我们不是按照这个你钱财的多少 不是按照你这个工作的好坏 也不是看你的教育背景的高低 那么只要你满足一系列条件 那么呢你就有机会参加这次尧号 接受申请的这个所有哈 就是奇迹出现哈 拿到这个邀请书的申请人 可以在60天之内递交 那么这个60天内递交呢 可能是因为咱们这个病毒的影响 可能不见得呢 两个月之内大家能完成所有的资料 那么根据移民部官网的最新的信息公布呢 是有可能延长到90天 这个是有可能的 因为之前的我们一直在进行的 那个快速通道移民 原来是给每一个申请者都是60天 现在都延伸到90天 因为病毒的情况下呢 政府还是考虑到大家的这个难 比较艰难的时段哈 大家一起就是互相支持 一起过渡 OK 咱们进到今天的第一项干货吧 有很多的这个朋友问哈 我怎么才能被选上 这个是真难 我们就根据这个过去 好多年的办理移民的经验哈 我首先可以跟大家明确的说 父母担保组父母担保移民 确实是所有移民类里边比较麻烦的 不管是曾经有过的纸质递交 还是呢去年开始的抢号 还是今年又要恢复的摇号机制 那么不管他怎么做 这项移民呢 都是一个繁琐的递交过程哈 像以前纸质递交 最长的等待时间可以七年八年 还没有出结果的 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就说啊 我递交的时候 我父母是可以 啊 兴高采烈哈 疫情 就是疫情发达 然后跟我呢 可以在加拿大享受美好的生活 可是终于等来了 这个移民的通知 那有的父母就已经过去了 这个虽然很 听起来是个非常sat story 但是呢 说实话呢 这些都是现实 因为本身这个等待阶段是 比较长 即便到今天哈 调整到快速处理 那么也应该在两年左右 这个是官方给的 现在这项移民的等待时间哈 注意时间是两年左右 OK 那么呢 我给大家总结了三个must 就是说 你被抽签之前呢 一定要做了三项工作 第一点 最最重要的 你是否是合格的担保人 啊 那什么叫合格的担保人呢 一会我会给大家具体的信息哈 嗯 所有的加拿大移民啊 公民啊 我相信包括自己在内 你都想让家庭的成员过来 尤其是父母 对吧 那希望呢 在他们有生之年呢 来加拿大 我们加拿大这么美丽的环境 然后和家人团聚啊 但是呢 这个因为 啊 这毕竟是一个比较艰难的移民申请 而且呢 也有太多的 这全世界的太多的家长 在摇手期盼哈 啊 这个所以说 对担保人的这个资格 啊 还是有很多的要求的 啊 第二点呢 就是说 今年你要是说 想被邀请呢 那第一步 就是在10月13号开闸的时候呢 那你要完成 在网上填写你的意愿书 就是一个表格 简单的添写你的信息 和被担保人的信息 那么完成这个阶段之后呢 移民部啊 会在这个池子里边 啊 挑选一万个 一万个幸运儿 发出邀请 OK 你要问我有什么规律吗 一会儿我可能给你讲一点哈 什么样的人不大容易被抽到 啊 但是呢 我不能讲我讲到的就是完全正确的 啊 刚才那个 Maria和那个校长啊 和那个小助手两辆同学都说 那怎么就能抢到钱呢 我说我要知道这个这个里边的运作哈 这一万个人从二十万或十万里边人选 我要能保证你选到 那我肯定就是一夜暴富啊 这是不可能的 啊 那么第三点呢 你需要做到了 就是你 你被邀请了 OK 当上妻女儿了 啊 这个保证你要准备资料了 递交了 走到这步啊 其实只是这个万里万里的道路才第一步啊 才是一个开始 运作这个操作过程 就像刚才呢 很多朋友呢 在那个网上咨询 还有微信上咨询 都首先问第一句话 就说 哎呀Maggie啊 这个报价是多少 我从来不会提供这个信息 因为每个人的啊 个人条件是不一样的 如果呢 你没有资格 首先没有资格做担保人 你给我多少钱 我们也申请不下来 这个是一定有这个专业标准哈 这就是我要讲的 那这个移民的难度大 那难度大呢 一就是名额有限 那么二呢 就是担保人的资格 这个资格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 尤其在这个当前 这COVID-19这个困难的时期哈 还有在将来的一年两年 就未来的两年当中 这个家庭的收入肯定有变化 大家怎么来协调这些 我会一一讲解 OK 那么现在就第一个重点问题 什么样的担保人 是有资格的担保人呢 那首先在加拿大呢 你至少是18周岁至上 那有的朋友就笑了 说18岁就可以担保了 真的 我们这最小的年纪就18岁半 真的没到19岁 你不用管他 以什么样资格拿到加拿大公民身份的 但是他已经具备了条件 OK 那么第二条呢 记住了 一定你要居住在加拿大 那这时候呢 又有朋友可能会问哈 因为这个病毒的关系呢 去年和今年年初回国探亲的 有很多的加拿大永久居民和公民 现在滞留在中国 暂时还没有回来 那么这些人目前没有住在加拿大 可以参与这个 摇号的抽签项目吗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因为呢 你虽然是短暂 离开加拿大 你还会在情况改善的时候呢 肯定要回来的 只要你递交的时候呢 你人精可量的在加拿大 这个还是符合要求的 OK 那么第三个啊 就是对你身份的要求 必须是加拿大公民 加拿大的永久居民 还有呢 就是在加拿大呢 在这个Indian App 注册下Indian 这个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群体里面 我觉得不应该有这个人哈 那么最后一条 也是我打重点下滑线的 就是你一定要有足够的收入水平 来证明你可有资格去担保家庭成员 那么有多少钱呢 大家总是说有多少钱呢 现在网上很多中介公司哈 打出了这些表格哈 这个钱呢 问题呢 我给大家展开来讲 因为目前对大多数的这个申请人 那这可能是最大的难度 OK 在那个咱们谈之前的啊 前面呢 我要想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说我满足了这个担保人的要求 那么谁我可以担保 今天有一个啊 很跟我认识很久了一个朋友来问 说嗯 我不担保我的父母 我能担保我的弟弟吗 嗯 我们今天讲的呢 现在是父母组父母移民 因为他们是你的知习亲属哈 嗯 这个呢 在加拿大如果父母组父母移民 都难到这种程度 你现在来讨论 担保我的弟弟或哥哥姐姐 这个我还是建议你不要考虑 目前不要考虑哈 那么第二条 当然了有特殊情况哈 加拿大还是允许有一个选择性的 但是那个呢 是比较麻烦的这个一个过程 嗯 你要如果有兴趣呢 可以跟我就是订阅 可以仔细给你讲解 今天我就不要多说了 嗯 第二条就是呢 啊 就涉及到现在孩子呢 有一些特殊状况 比如说啊 我现在线上有一个 小朋友发过来的问题呢 说那我爸爸妈妈在不久前已经离婚了 但是对我来说呢 他俩都是相同重要的人 嗯 我能不能同时申请 那这个回答呢 肯定是yes 但是不能在同一份申请 啊 递交两个人的信息 这是不行的 你要在这个铺里面 要建立两个这个医院书 才可以 大家这个要记住了 如果你跟这个小朋友呢 是有同样的相似的这个情况 大家要记住了 嗯 就是说父母是属于离婚关系 你不可能同时担保 你要分开担保 哈 是两份啊 分开的文件 OK 那么第三条 嗯 你不能申请谁 你不能申请呢 就是说 你爱人的啊 父母和祖父母 那除非呢 你可以跟你大人做这个合伙这个签约人 这个呢 你不能做主身 你的爱人做主身 如果他的收入不够的话呢 你可以帮忙 这个可以 那么按照加拿大的移民法规定呢 嗯 最主要的 必须在是跟你有血缘关系的父母 和祖父母 OK 嗯 下面一个问题呢 我为什么提出来单讲 是因为线上现在有一个孩子啊 跟我讲 嗯 我是独生子女 如果我的父母不来的话呢 我觉得 我做了一个非常不孝的事情 OK 那我当时会给出来一些意见啊 就基于我多年的这个工作经验呢 我会给大家举个例子 哈 这不是一个例子了 就有很多时候呢 嗯 或者是这个子女过来到我这边埋怨说 你看我好不容易拿到了这个资金要求 我好不容易啊 提交了申请 我好不容易把我的父母带到了加拿大 但是我父母来了呢 跟我生气说 这有什么好的 没有中国热闹 没有中国方便啊 啊 他们还想回去 这是一部分的人啊 那么也 我也看了一些老人也是一样的 他过来也是跟我讲 什么邻居的这个父母啊 朋友的父母也跟我投诉过 说你看Maggie 当时孩子兴高采烈的说 我一定把你们申请到加拿大去啊 我去我去感恩你们这个补育啊 但是我们来了我们也不幸福啊 而且呢 嗯 来了之后呢 跟孩子有诸多的矛盾 尤其在这个金钱上 所以呢 我要今天把这个单独的页面给大家打出来啊 这个担保 大家一定记住 这是个担保类移民 那么就意味着什么呢 你父母组父母过来成功移民之后啊 你从提交申请的时候 那么就意味着什么呢 你政府和你的父母组父母三方三方啊 有一个协定 你到时候签字的 你去一个promise 就是你要保证 在20年之内 要完成他们一系列的需求 对生活的一系列的基本需求 包括这个食物啊 健康保险啊 一切就是说我们叫basic needs life basic needs 当然不是说他去按摩啊 他去针灸啊 或者他去旅游啊 那你可能就是说 你找法律来讲 你你不用去资助 但是他们只要是你担保过来的家庭成员 你要负责20年 他们的这个在加拿大的基本的生存现状啊 这个支持 那么假如说 我这边曾经见过有些父母 过来跟我讲 哎呀Maggie啊 那个孩子也挺不容易的 我们也符合这个社会救济 我们申请了救济金 哎呀我当时就觉得这些老人胆子太大了 嗯 子女啊要担保你们来加拿大 你们是没有资格 绝对没有资格去申请社会救助的 OK 嗯 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你从社会救助拿到资金 如果被加拿大移民处查到 第一你的子女要全数返款 哈 全数返款这个你拿的救济金 而且呢 这也属于法律上的一个 啊 违法行为 所以希望大家这个呢一定要清楚 OK 所以我在第二条哈 我打到有一个promise 这就是一个 你的这个保证哈 是一个 就是说我我发誓 啊我要那个给我的父母最基本的保障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呢 这里边一会我还要讲到这个担保人和 啊共同担保人就是夫妻双方 或者是你的同居伙伴 当时跟你一起呢承担这个担保 担保人保证的呢 他们也需要呢承担一样的责任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客户呢 啊 尤其是那个女同志 哈 说那个我自己的收入不够 我的老公呢跟我收入加起来 我们就可以申请这个父母移民了 我说可以 但是呢 跟我们签的合约哈 一定是双方在我面前签订 我一定要得到这个 你爱人的肯定 他是跟你一起答应 赡养老人 ok 而且是二十年的这个条约 你是不能违法的 这个希望大家呢 今天在网上呢 一定呢要想清楚 任何一个移民的选择 都是人生的一个重大抉择 希望呢在以后的这个人生道路上呢 不要因为曾经做过的一件事情呢 成为最后一些矛盾的这个伏笔 啊 这个是不对的 家庭的移民 一定要加藤协商之后 才做的决定 ok 那么呢 啊 我们谈到这个家庭收入有什么要求 家庭收入要求的前提 你要知道呢 你怎么来计算你家庭的成员 ok 那么在你递交 递交申请的时候 你要把这个数字要是做错了的话呢 你的这个整个的申请会打回来 那么你家庭成员当时怎么计算 哈 首先你要计算到你自己 ok 如果你有共同的签约人 比如说你爱人或者你的同居伙伴 把它加上 这就是两个 ok 那么呢 还要包括你现在的 家里的孩子 比如说我自己 我是两个小孩 ok 那么我要加上 再加上两个人 这就是四 已经是四个人了 ok 再往下呢 如果说 之前 你们曾经的办过 比如说那个 婆婆呀 或者公共的移民 他们是比如说前年来的 现在呢 你要申请你自己的 那么这里边申请的这个 别忘了是二十年呀 是二十年的赞助时间 那他们还在这二十年期间内 那对不起 你还把这个人数在家里面 比如说你当时申请了 婆婆和公共两个人 那么现在呢 就是六个人 ok 所以这个数字好像滚雪球一样 越滚越大 ok 那么下面呢 像那个同样一个孩子 就是家里边有离婚父母的 那他说 我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妹妹 那么现在我知道国内啊 有这二胎哈 有很多孩子在这边 留学工作 努力拿到了这个移民身份 其实在国内还有一个未成年的 弟弟和妹妹 那么呢 不管这个弟弟妹妹来不来 不管你的父母双方 任何一方来不来 那么在你递交申请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计算人数 计算人数哈 一定是把他们全部算算在内的 那就是刚才我说那个例子哈 那么刚才六个人 如果之前你有申请过这个公公婆婆 现在申请你自己的父母 然后妈妈这边呢 还有一个妹妹要带着 那又加了多少呢 又多了一个妹妹 所以呢 你现在计算你的家庭收入呢 就按照七个人来算了 大家可能说 哎哟天呀 这么一下多了这么多人 这个其实还 可能有些家庭呢 可能还没有结束呢 这个人数还往上涨 比如说 现在呢 这个小夫妻呢 正在孕育着一个新生命 还还肚子留个宝宝 这个宝宝呢 或者在年底上 或者要在明年年初生 那么呢 如果在今年出生的话 这个人呢 又上升到八个 那么今年的就按照八个人的收入 来计算 希望大家这个算数学题的时候 不要错了 我见过很多的这个最后悲剧的 这个情况 或者是说 把所有的申请资料返还的 那这个是比较多的一类 OK 那下面这个表格呢 大家都是说 传说中的我需要有多少钱呀 那我是简单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连续三年的总收入 按照加拿大这个对祖父母 父母担保移民 他要求你们在递交申请的时候呢 是一定要递交 你在你递交整个这个文件的 是可之前推连续三年 那么假如说 你在11月底的时候 接到抽签 那么60天之内 准备递交 递交上去的话呢 那你你肯定是2020年的收入 还要计算在内 那么你的连续三年 那么就是181920 OK 这张表格上呢 18年和19年数字是肯定不会变的 因为这个是继承事实 那么2020年这个数字呢 我给大家先打出来呢 只供大家参考 因为呢 这个虽然说移民法不变 但是因为这个病毒移民部最近的政策 尤其是这个担保类政策 在不断的调整 这个是根据他们最新的信息 计算出来了 就是说 以往呢 递交担保类移民呢 你是要提供的资金证明 是每一年 他国家最低收入的按照人数 这个地区的最低收入 加30% 那么今年的反而是 这个30%写下来是不加的 所以大家会看到 这个2020年要比2019年 和2018年要低 当然我说了 这是目前 因为这个病毒状况 很多失业的 有救济金的 这些人员 没有办法能达到资金要求 所以呢 咱们 很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加拿大政府 是完全理解这个申请人的情况 就我的认知来讲 加拿大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减掉这个30% 给大家第一次 减掉这个保证金 所以呢 2020年的这个 金钱要求呢 是最低的 OK 但是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呢 就是说 在多于7个人 每人加的这个项目上 这个不会变的 这个数额永远是不定 一定的 是不会改变的 那么呢 还提醒大家一句的呢 按照网上的信息呢 他是要求 OK 你要成为一个这个合格的担保人 要求你递呢 你递交申请之前连续三年的收入 但是我经常会讲这个是不够的 因为什么呢 刚才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呢 联邦移民部 在审批这个父母组 父母担保移民 是大约两年的时间 甚至更长 那么就意味着什么呢 你之前的三年 和他审批的两年 加一块最少五年的期间 你都要满足 当年的这个最低收入要求 大家听清楚了没有 再重复一遍 完全不是光看你连续三年满足要求 那么如果说21年 22年 如果说你的那个申请 最终申请还没有下来 那对不起 你每年每年都得满足当年的这个收入要求 这个是一般中介不会讲到的 这个我要提醒大家 比如说 有的那个朋友呢 可能现在面临着失业 那么今年的收入降下来了 明年可能就更低了 那么后年可能就又没 完全没有收入了 这样的呢 你这个申请即便递交了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这个很残酷的事实 但是我给大家提醒一下 现在所有的这个媒体呀 这个网络呀 给的这些介绍 就我掌握的信息 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出来 这个是完全不对的 但是我要跟我这边的客户 完全要讲到的 你不光是三年满足要求 过去的三年满足要求 那么在未来的两年内 你要保持住这个收入 而且呢更残酷的事实 如果你家庭成员增加了 你还要网上额度 还要提 OK 那么给大家讲了一些理论上的东西 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说因为大家有的时候呢 就是比较纠结 说那真正是什么人我能要求 那么我给你讲一下 这第一个例子 OK 如果担保你的爸爸妈妈 就作为他俩就一起担保 记住了 就是按照他们两个共同担保 那么呢 就是一份申请 那你的父亲和母亲 你要根据他们的状况 经常我们是来给签约客户呢 做提议 谁更适合做主申请人 就说你是担保人 OK 被担保人呢是你的父母 那你的父母的健康状况呀 这个教育背景啊 工作情况啊 总之各种情况 我们都要做全面的分析 我们会建议是妈妈 还是应该是爸爸 像我们昨天吧 有一个客户的申请 差不多已经将近尾声了 他就说 我当去年我特别感谢 当时决定了是以我妈妈 做主申请人 为什么呢 当时呢 他自己来找我的时候 他想的其实很清楚 他说 我爸爸呀 是医生 高学历 非常在手上有地位 在中国是很有名的医生 我是想让我爸爸做主申请人 然后我妈妈呢 是小学毕业 而且是就是 基本上就是家庭父女 没有什么工作经验 当时呢 我问了一系列的这个问题 后来我告诉他 我说你错了 你爸爸只能做 父申请人 做dependent 那么你妈妈呢 反而更适合 这里面原因是什么 我就不细讲了 今天这个时间不够 但是对我们过来做初步咨询的 我都会严格告诉你 这一点一定要清晰 如果说你一下弄翻了这个 训续 比如说当时就是 我们昨天要接近尾声的 这对夫妻 如果说他把他爸爸 当时作为了主申请人 他们这次的移民申请 虽然等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但是肯定是业后失败的 肯定是失败的 我们很庆幸的 帮他做了一个明智的选择 OK OK 那么第二个给大家举例呢 就是 OK 就是爸爸妈妈离婚了 然后爸爸呢 又再婚了 爸爸再婚了呢 有他的 就是说你这个叫什么呢 half brother 就跟你有一半的血缘关系 因为同一个父亲嘛 这时候呢 你也可以申请这种情况 就是你爸爸和他的 就是第二人 爱人 和他的孩子 你可以申请 当然如果你是 就是 同意的情况下 那我见过很多客户 是做到了这一点 我非常非常的尊敬他们 我说你们这个做的是很到位的 因为他说爸爸一直带着我 然后呢 妈妈呢 已经就是成了一些家庭 他不来了 然后爸爸现在的婚姻生活很幸福 然后我跟这个弟弟呢 处理的关系也特别好 所以呢 我愿意担保他们 这是完全可以的 OK 那么说到呢 担保人 如果说有子女的话 就刚才我一讲 有弟弟妹妹在中国 那么符合这个条件的呢 是一定记住了 是22岁以下的 而且是没结婚 就是没有婚姻状况 没有同居伙伴 那么如果是22岁以上的呢 有的时候也可能 什么症 这样的情况是比较少的 基本上就是一般有是残疾 包括身体上的残疾 和精神方面层面的 当然这个我会提醒你 如果体检过不去的话呢 也等于前功尽弃 这个是很敏感的一个话题 OK 刚才呢我讲了 就是担保人如何符合资格 那么这个审批的重点呢 放在第二部分啊 因为我给大家重申一下 这个担保父母和祖父母移民 是两个阶段的审批 如果你第一阶段满足了 作为担保人的一系列条件要求 那么你的这个申请表呢 会从加拿大拿到香港办公室 目前是香港办公室 以后会不会转北京 这个呢 现在大家也无从知晓 到达到中国这个加拿大的班数呢 主要是呢 是开始审理这个父母 我祖父母的这个各种状况 那么他们要满足所有的要求 这些所有天表 这些都是固定程序 那么最重要的有三点 一 他们的身体状况 一定要通过加拿大的移民体检 这个我们见到情况比较多 因为祖父母顾名思义嘛 父母都是年纪在 基本上在60岁以上 属于身体很大的下坡 包括就是心脏病啊 阿桥呀 有肺部有病啊 这样的呢 都是一个潜在的危险 但是加拿大呢 根据其他国家相比呢 是对这个健康状况呢 是要求比较松的一个国家了 除非说有血液传染病啊 或者是重症疾病啊 会给加拿大的这个健康保险体系呢 因为大家知道 加拿大呢 我们基本上是享受免费的医疗 所以呢 加拿大政府呢 不会说随便把这个 会给健康体制啊 加拿负担的人移民进来 这个可能性不大 所以呢 我是建议大家 如果就是已经订了 我要做父母 做父母担保移民 那么呢 在你递交申请之前 我强烈建议大家 让父母做个全面体检测在中国 如果小小不然的 这些病都无所谓啊 但是如果比如说 检查出来肺部有阴影 或者年轻时候得过肺结核 或者是血液上的疾病 或者怎么样的 如果说提前做不了治疗的话呢 你暂时先等待 等待明年后年看看他们的治疗情况 然后你最终再决定 OK 第二项呢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无犯罪记录 无犯罪记录是什么概念呢 因为在你递交申请的时候 你被申请人 如果是两个人 那就是两份中国的无犯罪记录必须要拿到 而且如果说这两个人曾经在境外 呆过六个月以上 那么呢 他呆过境外六个月以上 所有国家都要拿到这个无犯罪记录 所以在中国境内呢 就做这个外事公证就可以了 那么有些国家呢 是很难拿到的 所以说政府给你的六十天有的时候 是办不到的 OK 第三个呢 就是对老人比较难的一个部分 打纸膜 那么在申请父母祖父母移民 有很多情况 我知道这个老人家呢 住在这个中国的边缘地区 打纸膜呢 只能到加拿大移民部指定的地方打纸膜 那肯定是在 还有体检 这都是中国一定是大城市 去这个办理这些 这些都是很麻烦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希望大家呢 在递交之前 或者是发送表格之前呢 一定有个足够的心理准备 OK 好 那么现在呢 我给大家详细讲一下 就是说 咱们把时间段呢 推到10月13号之后 10月13号 开始递交这个 我们叫 Expression of Interest to Sponsor Form 如果这个表格打出 我插一句 很多的那个媒体说 这个表格已经打出了 我说纯属是无极之谈 这个表格只有在10月13号 10月13号才可以 所以说有些朋友说 有些中介说 你过来签约吧 我们可以给你递表了 就是无极之谈 这个表格 空白表格要出现在10月13号 然后到11月3号的时候 自动呢 自动呢 从这个联邦移民部的网站上 就是清除掉 三周的时间 你可以看到这个表格 大家要有公平的机会呢 去贴写这个表格 这是第一步 而且你要明确知道 你是满足要求的担保人 你再去做 那么第二步 就是我们说的 幸运摇角 谁能摇到的话 比如说今年 如果是20万的 上网都交了这个议员书 那么 他只给1万个名额 那就意味着什么 二十分之一 你能当的幸运儿 那真是天大的幸运了 那么如果你拿到了这个 invitation 这个一般来讲 按照我们经验呢 政府是会发你一个 invitation letter via your email 就是说有一个这个邀请信 发到你提供的信箱里 所以记住了 这时候你信箱呢 在之前 填表格的时候 千万千万不要出错 会给你一个提供一个 官方的reference number 然后呢 根据这个number 你去递交纸质 就是申请 这是第二步 这是第三步 OK 这些呢 完全结束之后呢 我觉得就应该是明年年初了 最早也就是今年年底了 那么当你递交完一切申请之后 或者是你自己DIY 或者是通过中介 或律所去做 递交之后呢 我经常讲 就不要再着急了 那么就是安心等待了 移民部呢 现在病毒以来的可能 速度会慢一点 但我感觉 这次有 它既然说 让你60天之内 准备递交 它的邀请信 会在11月3号 截止这个医院书收取之后 我应该觉得 一个月之内 能全部发出 一万个邀请 OK 所以呢 就是说你拿到了 这一系列的条件 拿到了一系列的这个 幸运的 想听的眷顾 然后呢 递交了你的申请资料 那剩下的就是说 OK 你交给他去做吧 你就是能做了 就不多了 当然在等待期呢 政府可能会向你要求提供 比如说 你递交的时候 没有2020年的保随单 那么的话呢 在2021年的时候 当你拿到第一时间 你要提供给移民部 那么或者说呢 到2021年 这个你的申请还没有审批下来 那么你还要提供呢 2020年的保随单 这样呢 就是在过程中 比较容易发生的 骨料问题 这其他的呢 如果说没有出现重大失误 应该就是时间等待的问题了 OK 那么最关键的 咱们10月13号 这个开闸入库 这是就是今天最重要的东西了 大家准备什么 有些那个朋友 可能现在开始照这个截图了 首先你的名字 一定记住是你的legal name 比如说我写Maggie嘛 那肯定是不对的 一定是我的这个护照上的正确姓名 那么呢 记住了 这个名字一定跟你护照上 是一模一样的 尤其咱们中国人像我这个中文名字呢 是让老拜理解 应该是有一个中间名字 因为我是小红吧 这个是两个字节 你千万不要中间空格 因为你的护照上是连在一起的 那么就要连在一起 千万不要出现这个故障 第二个 你的出生年月日 这些全按照你的护照 完全对应 你的出生的国家 这个文质疑 咱们都写中国 那你现在的居住地址 这个重之最重 你的地址一定一定不能出现错误 你的地址如果出现错误的话 或者说你把门牌号忘了 或者说你把这个postcode 就是你把这个邮政编码写错了一位 或者是写错了一个字母 最后你都是会很尴尬的一个状态 到时候解释不清呢 你要记住了 现在呢政府的这个processing officer 就是像我以前的那些朋友 现在基本上还没有回到工作单位 都是work from home 就是在家办公 这个你可以想象 他们的这个精神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那你作为怎么样来更好的配合这个 移民审计官呢 来看待你的这个case呢 你的文件一定要做得清晰明了 没有错误 OK OK 然后就是刚才我已经讲过的 你要在EOI上呢 明确指出你家庭人数 我再说一遍 你的家庭人数 就是你 你的丈夫 你的孩子 这些一定要说清楚 你自己的 然后呢 下一项呢 是你以前曾经打宝过的 比如说公公婆婆 你一定要给出来这个数目 然后下一个呢 就是说你要现今年去申请 比如说你自己的父母 这个数字写上 然后把你今年的申请的这个 担保人的个人信息要完全无误的提供在表格内 那完全无误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他们的护照拿出来 一点的这个误差都不要有 完全准确清晰的写在表格上 OK 那么还需要下面一个呢 就是这个护照 你的护照 你的护照呢 一定要记住了 你的护照的这个 Document Number 这个数字 这个 你的这个 叫什么呢 你的护照号 一定不要错了 OK 剩下的下面一条 大家可能看不见 其实那个无妨 那个到时候你填完表格呢 要电子签 一定有个电子签 如果没有这个电子签 你这个医院书就作废了 即便你被邀请到了 就是作废的 当然了 可能你要不签的话 你也没资格进行邀请 看一下时间 OK 那么呢 现在作为主担保人 你要证明你的身份的呢 就是说 在你提交这个医院书的时候 你要准备好以下的这个文件 一定记住要准备好 你可以选择你的枫叶卡 双面 记住了 一定是双面 如果是单面的话 你这个是不会受到邀请的 或者是你的这个登录纸 这个后面一定要看到我 括号里写的 如果你现在手里没有枫叶卡 比如说丢失了 比如说你从来没申请过 比如说你现在 就whatever it isn't 就是不管什么原因 我现在就是没有 那我可以选择提供我的登录纸 这个登录纸是很重要的 我经常在跟公众讲 我说枫叶卡是一个travel document 是一个通行性文件 它不是你的身份的象征 记住了 那么比如说有的人说 哎呀我枫叶卡丢了 我身份没了 我是怎么可能呢 你的身份的这个confirmation 是这个IMM1000 是这个登录纸 这个是你身份的confirmation 这张纸千万别丢了 如果你丢的话 我建议你尽早跟移民部申请挂施 然后申请个我们叫certified copy 这个时间还蛮长 基本上几个月 OK 那么之前像老移民 老移民呢 以前像我来的时候 我们当时登录纸特别长 那个也可以 比如说我现在公民了 对吧 那我只有那张纸 或者跟我那时候来的时候的人 一直没转公民 那么可以用这张纸 那如果是针对像 跟Maggie老师一样情况的呢 Canadian Citizen Certificate 就是说 我可以用我的那个证书 或者用我的那个公民卡 这都是可以的 记住了 是双面复印 一定做成PDF文件 或者是GPG文件 一定把双面的这个信息全部提供 一定是全部提供 大家发现没有 这里面的是不要你这个 加拿大的passport 就是不要护照 一定记住 是这个你的身份Document 是你的公民证书 或者公民的证 因为以前呢 我们是有一张 带照片的一个小卡 然后还有一张那个 有加拿大封印的一个公民证书 这个大家要是公民以后呢 你会可以知道的 OK 剩下时间呢 我就快一点 经常呢 大家会说 那在申请当中 经常犯的错误是什么呢 被打回来的 就是我平常碰到了所谓的疑难杂症 很多情况 我不得不说 这疑难杂症啊 其实从第一开始的这个小错误 都是可以避免的 有的呢 是个人DIY避免 DIY造成的错误 有的呢是中介的这个 没有专业水准的服务哈 造成了一些问题 那比如说 在递交资料的时候 这个文件不完整 这个不完整体现在哪呢 给你举一个最小的例子 大家可能会笑哈 但是这个是加拿大移民部 在接受审理文件呢 返回去99%情况是什么 那有的表格上没签字 就是它需要你签字的地方 如果没签字的话 你的这个申请的这个 这个包裹肯定是原方不动的 打回来 这个没有办法 那么打回来了 你错过了时间了 你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你只能等第二次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有的人呢 把这个前付的情况不太清晰 有的比如说信用卡过期了 或者信用卡无效了 各种原因吧 这个呢最后就政府拿不到这个钱 那肯定你这个申请是有误的 这要打回的 OK 还有呢就是说 去年我知道那个有一些情况 我不说哪个国家的 这个都已经上报纸了 有些人呢并没有得到这个邀请 然后自己就去交了这个申请的 整个的package 打回来的时候 还到那个联邦法庭去告 说按照移民法来讲 我们符合要求 我们就可以申请 那对不起 你没被邀请 这是你会打不赢的 OK 那么最后一条呢 是很少人犯的错误 但这个错误呢 确实很严重 为什么我说严重呢 就是政府比如说 只给你60天 或者只给你90天 那么在deadline的时候呢 政府的这个处理办公室 并没有在最后那天 接到你这个包裹 我不管你是一个月之前寄出 两个月之前寄出的 或者你的邮递公司出现什么问题了 比如说两年前这个加大邮政 发生罢工 整个的邮件 不是前年了 去年一直持续到 今年年初的时候呢 这个信件呢 耽误了将近 算一算三个月吧 三个月 所以说你一定要把时间看好 当然了你也不可能去亲自递交 政府不接见的 一定是有这个挂号信的 那么政府呢 一般指定是Canada Post 我真是不建议Canada Post 一个是速度慢 这个服务呢 也不精 你可以去这个FedEx UPS这些都可以 但一定要记住有签收的 没准 一定有签收的 你有记录可以去查询的 OK 很多朋友说那我这些错误 现在都知道了 怎么来避免呢 那肯定就是一句话了 Research 肯定就是说你自己得去查呀 去调研呀 把这个加拿大这联邦移民部官网信息啊 要读了诱读一遍是肯定不够的 OK 如果你想委托那个律所 比如说委托我们来做的话呢 我们是可以帮忙 我们基本上就是保证呢 是五个五个步骤哈 第一个步骤呢 我们是所有的客户服务呢 都从Initial Assessment开始 如果说你不满足要求 我们不接受申请 这个不是费用的问题 是你没有资格 对如果我们接受了 你成为我们的签约客户呢 在接下来两年时间 我们应该都是提供 Professional Assistant 很专业的支持 包括答疑 这都是48小时之内回复的 OK 然后呢 你的案子的那个跟踪啊 我们是一直是维护的 因为你们的这个申请递交之后 拿到答案号呢 就要进入这个加拿大指定的 我们这个法务代表的通道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政府里的你的 你这个case的被审批的这个各个进程哈 你是看不到的 OK 那么再往下呢 就是说如果政府啊 比如说要补件啊 要你解释啊 有很多情况的是给你最后一个机会啊 在距离之前给你个最后机会哈 我们叫那个procedure fairness letter哈 这个如果说你提供了七天三十天的时间 如果你们没有在这个期间之内完成 那这个申请就很容易被拒 那根据我们经验呢 我们去投出去的这个解释信 最后都拿到了这个positive result 就是说呢 结果还是比较乐观的 嗯 而最后呢 就是我们尽量做到的success guarantee哈 我们不是说我们接到了 肯定保证你这个递交 递交成功是没问题 最后审批通过 这个呢 我们是不能保证的 我们也不存在说不成功不收费 但是呢 按照我们 因为是加拿大指定的移民顾问哈 我们可以保证呢 我们有这个合法的合约 里面如果说 因为我们自己错误 照成了你申请上的 这个各项的政府的这些 达不到你 这个想要的结果的话呢 嗯 这个是给大家讲 一个常识吧 这个我们作为法部代表 每年的这个保险 我们叫liability insurance 我们的这个事务保险 是一个人带100万 100万加币哈 说句实在话 就是我们赔得起 不是我们自己赔 是我们的保险公司赔 当然了 我们从来没有这件事情 发生啊 如果有人 这个就是说 进入到这个法务投诉 这个阶段呢 你在联邦移民部底下的 这个相对链接的查询 你可以查到这个律师 或这个顾问有不良记录 啊 那这个你去查我的这个记录 肯定没有不良的 OK 我们叫good standing 就是啊 记录一切都良好 OK 那我们呢 能做的是什么呢 就尽量呢 把一个非常焦虑的你 如果呢 经过我们的帮助呢 我们always work in a team 甚至最后孩子都啊 这些客户呢 都跟我们成为了家人 嗯 今天呢 基本上讲解就到这儿了 因为我看时间过得实在太快了 本来想给大家呢 举好多例子 但是呢 现在一看是不大可能了 那剩下的时间呢 我想那个交给良亮还是 交给我 OK 对 然后呢 他们估计可能就是说 要建立一个群哈 由咱们良亮小助手呢 作为一个沟通 那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再见 谢谢大家 哇哦 亲爱的小伙伴们 大家是不是感到了 真的 Maggie老师是很专业的一位老师啊 这个校长的闺蜜都是刚刚的这个厉害啊 亲爱的小伙伴们 让我们热烈的举手 Maggie老师仍然在我们的直播间里 感谢一下Maggie老师今天晚上用心的分享 专业的分享 而且呢 对我们的很多朋友来讲呢 我相信给了我们一条清晰的道路 知道说如果要办理移民 要办理父母移民 那原来是这样 这条路可以这样来走 那亲爱的朋友们 我知道大家一定会有这样 或者那样的问题呢 希望能够跟我们的Maggie老师 有更多的交流 在这里呢 我们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 因为Maggie老师呢 家里有两个孩子啊 所以她呢 要早一点离开 另外一点呢 Maggie老师呢 她也希望呢 用下静下心来 一对一的来看这些问题 所以呢 亲爱的小伙伴们 我们可以扫码进入到 Maggie老师的一个移民群里 那我们的亮亮也是 贡献影的负责人 是Maggie老师的助理 她会把大家 如果大家呢 在这个群里有任何问题 可以私信亮亮小助手 然后呢 跟亮亮小助手说 我希望能够问哪方面的问题 我们的亮亮会一对一的 来进行一个沟通和讲解 那我们呢 那其他小伙伴们 让我们现在拿起手机来 我们一共有两个二维码 在我们的屏幕上 第一个二维码呢 就是我们的亮亮小助手 也是我们的贡献影的负责人 大家可以添加它 然后如果你已经添加它了 那你就只需要回复说移民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Maggie老师的 移民群的兴趣群 或者说是呢 杂姨群 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来 扫码进群 跟最专业的移民顾问 最专业的移民专家 Maggie老师有更多的互动 刚才已经看到 我看到大伙刷屏的 这个在敲说 谢谢Maggie老师 专业的讲解 谢谢Maggie老师 讲的非常非常的棒 这个而且大家有很多很多问题 那我们都在群里 给大家进行一一的回答 亲爱的朋友们 再一次强调一下 如果您已经是在我们的 共学营的12345678 我们现在有八个群 每个群都是接近500人 4000人共学共进 拥抱未来 多么棒的一种感觉 这个我知道 到疫情第二次 这个反扑回来 但是呢 越在这种情况下 越让越要让我们 越要让我们 能够对自己说一声 只要我勇敢的 来面对这个世界 那我们呢 你会发现整个世界 都会为我们打开一扇大门 所以呢 校长也希望维多利亚 这一集才能共学营 在下面的每一个晚上 都能够陪伴大家 有更多的资讯带给大家 很多共学营的小伙伴说 没有想到疫情之下 我比以前更忙了 谢谢校长带领这么多 名师大咖 带来各方面的资讯 因为我们主要是这个职场的 投资的创业的 但是我们也会针对一些热门话题 来为大家进行各种各样的讲解 所以亲爱的小伙伴们 我们一共是有的这个两个二维码 第一个就是我们亮亮小助手的 第二个就是Maggie老师的群里 希望大家在群里可以跟我们的亮亮有更多的互动 有任何问题可以在里面进行回答 好的 又到了要跟我们的嘉宾说晚安的时候了 因为明天我们从下午1点钟是我们投资讲座 一直到晚上8点钟15场讲座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明天在直播间里又要不见不散了 无论是大家想了解投资 在家里做什么呢做投资对吧 无论是股票期权基金外汇对冲基金 还是说呢这个我们的房地产投资 相信呢这些专业老师都可以帮助到大家 还是说呢我想利用这段时间 涛光养晦考招证书防防身 那我们无论是考呢这个IT类的Java呀 网络呀还网络工程师啊 还是说呢数据分析类的 还是说财务分析师啊 还是说电工证书啊 还是说呢仪器仪表证书啊工程类的 还是说呢我说哎我们想呢进行一点创业的 这个互联网营销啊怎样开网店呢 电商啊金牌销售啊 还是说我们想了解成为更优秀的父母 那我们的亲子讲座大伙伴侣讲座 都可以来听一下好吧 所以这是明天啊我们会把这一页呢放在这里 然后呢这个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呢 可以抄下来记着明天在对应的时间 进到直播间再次和大家相见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 到了跟我们的嘉宾到晚安的时候 我们的音乐即将响起 今天的日签送给大家的是 不要等到明天明天太遥远今天就行动 所以你看啊多么棒的多么励志的一句话 在过去的21年校长一直记着这句话 人生苦短我们一定要这个只追朝夕啊 在任何时候都要高度自律 在任何时候都要拿起我们的激情来 在任何时候我们做事情都要做到最棒的自己 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一代一定要看到最精彩的风景 如果我们看不到我们的下一代也一定要看到 所以盼望着跟大家在明天的直播间里不见不散 在周日的直播间里不见不散 下个星期我们从周二开始 周二周三周四周五 然后我们是有四个晚上的共学营的活动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希望这个感恩节虽然疫情肆虐 但我们依然在那些深处可以做到九相四溢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那些深处有一个强大的世界 那就是呢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记住最绕眼的光芒只有两种 一种是太阳的光芒 一种是我们努力不断的学习进步的光芒 亲爱的小伙伴们 谢谢大家 那让我们最后再一次 这个在音乐响起的时候 再一次热烈的举手 跟我们的Maggie老师 他坐在我的旁边啊 这个 在跟我们的Maggie老师说一声谢谢 道一声晚安 感谢Maggie老师专业的分享 感谢Maggie老师认真的准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晚安 那我们明天下午一点钟 我们的直播间里继续 心不能治 身可吃成 我们继续啊 学习 谢谢 谢谢大家 感谢晚安 明天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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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